各位麥迷朋友好 又是我Kenny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9月23日的賽事 溫馨提示 那天天氣報告暫時說有雨 到時有沒有雨 各位師兄一定要留意一下 溫馨提示 未看片之前可以主動點 給手指按讚 不要那麼懶 鼓勵一下 第四場三班1650 偉達出兩隻 偉達出兩隻 轉瘡初出 勇敢王者 但這隻馬一向都可以騎得到 今天就沒有用到 這場馬我想了很久 用什麼方法去講 因為有很多馬試襲 我覺得都不太差 甚至乎有些好 都要找一個方法 跟大家在最短時間聚述一下 這隻幸福老窩 我想和大家看那貨集 因為這隻馬是閹後初出 再戴眼罩 不說了 在後面很厚追上來 何摘耀士 一會兒會看 上一場 他跑去沙田跑 出閘有些問題 被人問 又說對 又說沒有前速 其實他跑快活谷是145 沒得過五名 是上次沙田叉 勞動創造 上場精算齊統 飛雲追不放 那場很精彩 那場 南莊家寶 後追上來很近 那場馬 一會兒會看那條片 看看勞動創造 如何移進去 但打得很厲害 因為潘頓要貼上何摘耀 南莊家寶 在外面追上去 上次是黃俊 今天好像有些對證下約 沾明年 一鋪成名 那貨集 我自己覺得 頭那段是慢的 他有出雜磚燈在後面 但第二第三段 是重化集 都是22秒多 他回到來 就不過不失 因為時間是22秒多 我不覺得他太差 所以 今天撿過九檔 紮西德納 那貨集 有些車前到後 出來 再在外面走 就拍著九寶 那場走 九寶是剛才剷進來 一會兒可以看看這貨集 喜迎寶 今天報名有點奇怪 上次是一場 1200米 斷了的 他都有追上來 跟偉大勝利一起追 今天他有1200不報 就特地走來1650 看看各位信不信他家情 安信這隻馬上季都捉過他 這隻馬 跑了這麼多季 第一次跑草地 第一次跑草地 但是是跑1600 1200 就比另外同馬房那隻 不知什麼跑 不記得了 今天勇敢王者試了兩貨集 兩貨集 都是加XB1 交叉被枯下去 一貨直路 根本就不是他的路程 他沒斷幾快 對落是OK的 有一貨就普普通通 兩貨集都不是他的路程 尤其是直路那貨 看上去好像很厚 其實他有勇 發財復星 一貨有帶頭罩 一貨沒有帶頭罩 有帶頭罩 那貨有痕 回到來 就按住 看看這隻馬 又怎樣 一貨有頭罩 一貨沒有頭罩 上陣沒有頭罩 偉大勝利 上場之前試了一貨 1200米閘 試得很好 上場跑1200 尼凱榮 最後 推到最外檔 跟喜迎寶 一起追上來 那場的放頭馬 全部斷 世紀武王 上次退出了 都是佩揚明倫 都是跑同程 這隻世紀武王 退出之後 再試多一貨集 是OK的 是好的 另外之前試過兩貨集 都是好的 但這隻馬 跑沙田 跑法護谷 沒試過跑1650 跟大家說了 這一場 跑過這個路程 水準是穩定的 有幸福老窩 勞動創造 藍莊家寶 都可以說是 一貨成名 是準的 扎西德納也是 至於喜迎寶 安信 勇金王者也是 喜迎寶 沒跑過1600 谷草也試過追 安信第一次跑草地 還第一次跑1600 發財復星 這個路程 可以 那一場 不知如何 什麼步速 被他倒閉了一場 但這些都是側身馬 偉大勝利 這個路程都是好的 世紀武王 未跑過 即是世紀武王 安信 喜迎寶 這三隻 未曾跑過快活谷1650 如果我有沒有記錯 想和大家看試集 剛才那些約略說了那些試集 我就選這隻幸福老窩先看 一出集 身形是有些笨重的 高冬尼那些大舊馬 但他進到直路 扔出來 追下來 是有勢追給大家看的 但一出集 落腳是慢一點的 要抱幾步 才開始抱上來的 他都不是上來 即是抱著步速 跟著 這隻是閹後初出的 這隻是幸福老窩 這隻 大大舊這隻 何宅堯也有揍他 要抱很久才開始 再抱著步速 但末段是有走勢的 這裏開始抱著步速 上來的 但試集步速 通常都會比較慢一點 現實出賽 可能會快一點 除非你說飛雲追不放 那些 又會更慢的 升棍子雀 那次就選中了 在這裏 幸福老窩就在這裏 是創科先鋒 兩傳奇尾 本來要難的 現在不要 這裏扔到出去 又是何宅堯 一貫扔出去追 大家看看他的勢頭 即是踏順了之後 就有走勢 不是說少少的 不斷迫近 看看他這一場 一出集 又落後幾多 大家看了這一場 再同大家看 那一貨試集 我就想跟大家看 這隻 看哪一隻 世紀武王 看兩貨集 一貨出賽 那天推出之後 他也是報同情 我記得 對著那些 二郎 幾高班的馬 他從外甸走回來 好像濕泥地 翠龍 翠龍 在內蘭 他的布 好像比翠龍爽爽 但今天整理十當 翠龍在這裏 那一隻 那一隻 西紀武王 隔仔三 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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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倫 也有些 外面想留 他也沒有說 出來 試跑 但也不是說 留得辛苦 其實他三貨集 都是好的 但三貨集 大家比较一下翠龍的腳和他的腳 世紀木王在這裏,翠龍在裏面 翠龍那天幾十倍搞定了 翠龍就是陸上飛池 位置變動上不大 翠龍就贏出這個大集 健康愉快第二,南驅寶第三,第四 陸上飛池在裏面 想跟大家看看勇敢王者 其實也值得看看 特別是讓新的女騎士試那貨直路集 一千這一貨 不要看那麼多,不想太長 只是看他末段,因為他不是他的路程 這裡還未入鏡,大家看看他 這裡騎他,是有走勢的 這些路程對這隻馬是不適合的 其實他是有追的,名次很厚 因為你計算新算的時間是22秒 即是他有些縮近距離 講出賽,又有個變數 想和大家看看那場馬,看勞動創造 書比精算齊同,飛天劍 但那隻藍莊在很厚上追回來 我想和大家留意一下,那隻勞動創造 如何在彎上去,然後騎得很厲害 再騎上來 以及飛雲追再出就贏了 藍莊家寶,紅粉蔡英那場跑得很好 虧了當位 看看藍莊家寶,黃進跑過第五回來 今天是否對正下若找賀明年 那隻勞動創造 接著精算齊同的報速不是快 泪雲追,就不放 放在這裡,當然可以商量 先回來了,第四個 至於藍莊家寶,就在這位 吞吞吞,吞吞吞吞 吞吞吞吞到最後啊,黃進 頭四隻就是那四隻 就實情很 fonction 那一隻不放,大家放慢他 這樣放慢,在你們追 放慢,沒有彈一段 你們怎樣去追 這隻藍莊什麼,後來再移進去 大家看看它的彎,如何移進去 再騎上來,勞動創造 這隻藍莊什麼呢? 人家那些在上,還在定下去 補速已經夠慢了 其實這隻紅粉彩已經騎得很好的 慢步速走上去,不過我覺得盪位蝕得太多 你看看,這隻釘彎,其實步速不是很快 在彎就已經騎了 但他又死不斷氣,騎著騎著又過了飛天劍 南莊家寶在這裏打上來 以慢步速釘外檔都追得不錯 這隻勞動創造在這裏又有 看看那隻藍莊家寶,蝕那麼多追上來 和那些賺了前面慢步速那些 其實都是一個馬位阻緊 這場大家看了這麼多,講過了 喜迎寶是追得很好,偉大勝利那場是追得很好 但那場是放頭馬全部斷了 偉大勝利,蝕了很多位蝕外檔 黎開榮還被人移動了 喜迎寶是最後入彎那隻追上來 是有走勢的 看看千錄可以不可以 我這場都是選了四隻馬給大家參考 我選了四隻專家的馬 還有一些藍莞薄 我第一隻選了這隻藍莊家寶 健康是不穩定的 但是剛才那場馬 步速不快 蝕了這麼多 在那彎再往下 慢步速再往下 再追上來 看看賀冥蓮如何發揮這隻一代馬 其實一代馬 不是有什麼前速的馬 未必一定好 但希望不用蝕那麼多 再看看今場有沒有步速 因為有發財復星 試襲快的世紀武王 扎世德烈 這些可能會守住下位 勞動創造 看看這隻藍莊家寶 配過後期後勁的賀冥蓮 希望一檔不要影響他發揮 我先愛這隻 但我未必選他做膽 我自己投注 我都是選了他先 至於勞動創造 我也不敢不要 這隻馬自從加了一個 配備跑法活高1650 真的很準確 但剛才那一場馬 走進去 那一彎又打邊 但回來他又有 希望他跑了一場 只會更好 因為前一季我開這條頻道 就介紹了60倍 win 那條四重彩都很稠 都有點情意 所以 都選擇這隻勞動創造 他都叫做準的 除了一場執外檔差一點 第三隻很煩 偉達又出兩隻 其實上次我個人也投注了世紀武王 但今天又撿了一個十檔 都是看看他先 但冷卻我都會要回他的 我都是搏回這隻幸福老 上一場他在沙田 這麼多麻煩 又問出閘有問題 其實他的快活谷 第一場爆60倍 他不知為何這個步速爆了 然後整天都是生生來遲 今天這隻馬初出 需不需要熱一場生呢 不知道 但今天都叫做加配備 閹後初出 八月頭都好像在做功夫 希望他交回剛才試襲的走勢 第三隻就選了這隻幸福老窩 第四隻都選了這隻 一鋪成名 這隻馬上季都選了這麼多次 但那部閘 雖然名次很厚 但二三段其實是22秒多 尤其是重化閘 很難看的 但今天的狗檔當然不好 但這隻馬都頗忠心 希望他的狀態是可以 我愛他 至於這場馬 我覺得是玩四連環 四重彩 四連環 比較好 我自己覺得 藍莊家寶 我可能會 看看飛數是否對版 希望他能克服到一檔 一檔對這些沒有速度的馬 萬步速就在這裏混 萬步速又不夠聰明 人家一蓋起來 你就扔在裡面 看看賀明年怎樣拔出來 至於你說偉大勝利 若然不是比黎凱榮 上場 1200都追得很厲害 很愛 1600才適合他的路程 但是 黎凱榮始終難有信心 但如果四連環 四重彩腳就無所謂 好像勇敢王者 偉大勝利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但這場馬 雷文自己個人 都是小本 博下四重彩 四連環 拿一些比較中心的路程專家 膽再拖一些 人弱 或者當位差一點的馬 偉大勝利 世紀武王 甚至勇敢王者 騎師看起來好像弱 我的個人心水就是這樣 其實應該是3241 順序 因為那隻閹喉初出 落腳又比較猛 3241 但他真的有走勢的試襲 希望各位贏多些 字幕提供